大家好,我是老闆宣称,欢迎来到全程解说 记住大家送上J86的爽快局 UVP爱德王对两批Problemax沉浸了锦皇 来看一下,是龙对玛丽莎 龙对拉方,流浪大师对拉方 龙的话也是一个手中的角色 发动比较慢,出招也不是那么有力 就是普通招不是那么有力 不像玛丽莎,招招,牛捏对手 又长又远又重 龙的话在这个版本里面不算很强的角色 一开始的话遭到了很多人的诟病 但是我觉得随着大家水平不断的增长的话 角色与角色之间的这种属性上的差异 会被慢慢的弥补 这个节肌太帅了,看得真切 不愧是少年,在十几岁的少年 已经拿到了冠军了 走,进防,进防没有出招 会对方反捏 好,还是打截击为主 那玛丽莎,看一下,她就没有犯这个错误 没有第一时间不出招 第一时间出招 逐渐上的结巴 送你上墙,小伙子 听说你才十几岁 吃老娘一拳 好,世界名画 世界名画 极有大哥 完了,打一插盒 刚才有插盒没打 这把打了 两个插盒的机会 看一下双方第二局 上来就是下把位 这个四连,五连,六连 上来就是一个六连 三分之一血没了 要到半边 龙的话不要觉得她是一个很弱的角色 我觉得很强的 很强的角色 只要对侧得当 有足够的耐心 还是能取得很好的成绩 你看我们EPI的王 已经有了比较好的成绩 拿到冠军了 但是冠军也要被加征 这也是逃不开的宿命 来 哇,这套失联 标准失联 落地又出招 漂亮,打了对方一个落点 鸟 一波 加征波 再鸟一四血 哎,漂亮 这个蹦放的话 对方已经点不到第四点 必须黏 好,前冲过来 一边摁头 后动拳加征 哇,这个料 可是没有料到 这边换颜色 用驴梯来拉开距离 两个下动拳 绿充 都有三气 都有三气 完了 没有升龙 也没有必杀 看来是有大的动作 这个电刃波下去 不好 要起飞 一个加征 两个加征 三四 哇 原来是有后手 小小的少年 有大大的梦想 要打出最大伤害 虽然说不算最大伤害 但也是最秀伤害 原来是要两个绿充 标准动作 看一下双方第三局 前两局双方打成一比一 那Problemate 平飞 漂亮这个反击 漂亮 很漂亮 把电刃波取起来 这样的话 给对方心理上一个压力 在板边压力会很大 撩起来 摩擦一下 电刃波还在 还能给对方 比较大的威胁 但是在给到威胁之前 自己还有没有机会 威胁对手 我连续的 责对手 鲁马顿 好 压到板边 起飞了吗 电刃波 看得好准 我都不知道 他是 薄了呢 是凹了呢 还是确认的呢 这招的话 我就是没有搞懂 可能是薄了 薄了 博到了 电刃波 许起来 后拳加中 后中拳加针 跳波过去 完了 撩起来 绿冲 好 水空腿 压百边 最低点的跳 青腿 还是要被捏 两个后中拳 再撩 超人拳落地 还是在中盘 在中盘的话 谁也消灭不了谁 遇敌 这把不肯定用自己的 一下 好的 紧身以后 对方也是有所松懈 马上来个普通头 那龙这个角色 手虽然重啊 那确实有点笨重 要每招每试 都要不要确认 前中过来 两个中拳 再接受了 对方基于想逃走 正好给对方机会 完了完了 要鸟 三七必杀 有没有 很危险啊 刚才 很危险 来了 三七必杀 对方没有用EX 撩起来 什么意思 连必杀都省了 真刺激 好的 大家先说 记得不关注 感谢收看 下期再会